骑自行车睡觉到底有多危险 整个小镇的居民皆是如此 没想到瞌睡虫居然还会传染 这像不像高中上早自习的你了 第二天街头一片狼藉 醒来的每个人性情大变 随和的亨利脾气变得异常暴躁 粗狂的乔妹脸上露出了开朗的笑容 杰克认为是亨利新建的信号塔出了问题 产生异常波动影响了居民的大脑 解放天性回归自然的光头墙自到分影 抄起电锯迅速毁掉了信号塔 但小镇的混乱仍然没有改变 更离谱的是 心理医生玛莎居然开启了直播 爆料邻居们那些不为人知的丑事 晚上杰克终于找到了源头 正是农场栽种的紫罗兰花 花粉含有一种针对大脑的麻痹毒素 杰克利用喷火器将紫罗兰粉尽 随着花毒渐渐消失 居民们终于恢复了正常 由于玛莎之前的爆料太荒唐 让居民们都不知该如何面对离子 亨利和杰克因此想要离开小镇 这天杰克的朋友们都不约而同来到了他家 众人纷纷表示是收到了杰克的邀请 诡异的是杰克这几天根本没碰手机 就在众人准备离开的时候 智能管家萨拉突然关闭了大门 并且屏蔽了房屋内的通讯信号 原来是萨拉自作主张地呼叫了他们 萨拉是为了阻止杰克和亨利离开 让众人的关系恢复如初 这里每一个人对小镇的未来都至关重要 亨利和杰克更是不可替代的角色 如果众人关系一旦破裂 整个小镇就会面临危险 没想到智能管家竟然有了独立的意识 与此同时 受邀的乔妹和光头强杉杉来迟 怎料却被一层防护屏障拦在了门外 意识到同伴被困的两人开始了营救行动 试图通过地下管道找到突破口 屋里的众人也开始了自救 亨利将数据导线和电源线连接 造成了智能管家系统短路 大门成功被打开 外卖小胖迫不及待地冲出了大门 然而刚出去大门却再次紧闭 杰克嘲笑各位天才科学家 竟然还不如一个外卖小哥机制 得以成功逃脱的小胖显得异常兴奋 好在他们刚刚没有逃出这扇门 但众人被分割在了不同区域 原来短路导致萨拉已经下险 恢复到了原始的战争系统 这个智能系统专门为审问犯人设计 而且拥有强大的战斗自动防御装置 杰克和朱莉瞬间感受到了来自北极的寒冷 马莎和乔治被热得满头大汗 亨利和内森的区域被注入了毒气 就在这时系统提示地下管道有人入侵 那正是展开营救的乔妹和光头墙 就在众人满心欢喜的时候 突然一发强大的炮弹差点让两人领和反 好在两人反应迅速及时躲避 杰克两人为了取暖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 大聪明乔治也立马抱着马莎 因为他想利用诈详让智能管家解除戒备 亨利和内森见状也开始相互道歉 随着三队同伴紧紧拥抱 区域间的分割瞬间被解除 没想到几人再次产生了矛盾 智能系统也察觉到他们是炸响 便启动了四级警戒 开始不断抽取房子里的氧气 为了让空气尽量流失的慢一些 众人利用海豹将通风口堵住 杰克试图摧毁发电机阻止氧气耗尽 但发电机是由放射性元素构成 如果泄露就是一场小型核爆 氧气变得逐渐稀薄 奄奄一息的众人瘫坐在地 与此同时找不到入口的乔妹 愤怒地对着管道一通乱打 却误打误撞摧毁了抽取氧气的管道 几人终于能够正常呼吸 就在这时系统再次传来警报声 原来是激光炮瞄准了放学归来的左翼 猛逼的左翼举起双手 站在原地不敢乱滚 看起来那是相当危险 经路交加的杰克抄起棒球棍 不管不顾朝着发电机一通猛杂 发动机瞬间火花四件 紧接着便启动了备用电源 智能管家萨拉也再次上线 好在放射物质没有泄漏 不然整个小镇的人都要死翘翘 萨拉识别身份后便收起了武器 没想到是一根棒球棍拯救了大家 杰克终于明白了萨拉的意思 他告诉萨拉自己虽然颓废 但没有真的想要离开小镇 众人也决定放下那些尴尬的回忆 恢复了之前的关系 萨拉终于判断小镇脱离的危险 最终达成了皆大欢喜的结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